Hello,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 本期课呢,我给大家讲解的是 个人中心用户基本信息页面的制作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今天页面的一个书写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最后达到的一个效果 个人中心用户基本信息页面是这样的 那我们一般是通过导航用户中心 就进入这个基本信息的页面 那基本信息啊,这个静态页面的书写是很简单的 啊,相信大家啊,现在应该书写一个静态页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还是一起来简单的过一下 那这个静态页面呢,啊,首先啊,范围上下两部分 那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图片 然后这里是他的一个基本信息 那下面呢,就是几个啊,管理的管理的这么一个态单 那现在呢,这个静态页面呢 我这个头,这个图像呢,我是读取的微信 微信基本信息里的图像 然后这个,这个地方呢,啊,这个信息呢 我,我们项目当中呢,是通过用户填写的 啊,可能这里还有个编辑,我点击编辑用户可以填写自己的姓名手机 单位和,和一些单位地址的一些名字,名字 那这里呢,那这里呢,我们啊,就不对这个基本信息页面进行了编辑了 啊,假如呢,呃,同学们想了解一些啊 微信里面获取用户基本信息的一些内容的话 那我这里呢,也给大家列了两篇文章 那这两篇文章呢,啊,可以获取微信的基本信息的一些方式 那微信的一些默认头像呢,加基本信息呢,啊,就可以获取得了 其实也是获取了,获取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有兴趣的同学呢,啊,回去可以认真阅读一下这两篇文章 那当然呢,啊,这需要一些open ID和这些token,啊,这些东西就是需要的 啊,有这一篇文章,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 在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开发的时候呢 啊,我们就可以获取用户的一些基本信息了 好,呃,我们继续 第三个呢,第三个呢,啊,这个头像呢,啊,假如我们,呃,不是通过,不是获取的微信的,不是获取微信的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上传的方式来获取,获取这个基本信息 那上传的话,那应该是怎么弄呢,啊,肯定就是通过这个,通过点击这个的话,进入一个头像编辑的一个页面 啊,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节课呢,我这里就不给大家讲 我,我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些,常用的一些上传头像,我们移动端可以,可以使用的一些插件吧 那第一个呢,啊,就是百度的这一个头像上传的这一个插件 第二个呢,就Upload Fire 很多同学应该会用过 它是这一个呢,在PC端开发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用的比较多,那兼容性还是蛮好的 如果你做移动端开发的话,可以,可以用一下 可以尝试用一下百度的这个插件 可以尝试用一下 啊,它这里的话,啊,这里大家可以,可以,试一下 它这里用的也是很简单的,用法也是很简单 我们直接可以看一下它的demo,或者是它的API 啊,我们这里,这里是它的API 它的一些demo,啊,只要上传,点击上传 它就会选择我们手机当中的一些相册里的内容 大家可以,大家可以扫一扫,扫一扫,通过相册里面的,呃,这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然后就可以获取的这个地址 获取地址,然后用,用手机呢,用手机可以看一下 那我这一个,我这个每个地址,连这个二维码呢,我是安装了一个谷歌的一个扩展,一个扩展 啊,主要是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扩展,啊,是这个扩展,那有兴趣的同学呢,那可以可以安装一下 因为这个手机粘机调试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看一下它的浏览器地址 那,同样呢,那我的博客当中呢,也,也有一个小工具,小工具呢,这里也可以生成一些二维码 啊,假如呢,你可以把你的地址直接贴在这里,啊,这里可以直接二维码就可以代线生成了 也可以在这里生成,好,我们继续啊 那,第三个呢,就是h5本身的一些上传的一些空间,那它的上传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h5,主要是通过fire,那fire上传呢 它可以在这里是呢,我做了一个美化,啊,它的,它的原,原来的样式呢,我可以,我们可以美化成这样的一个按钮 然后这里呢,这里我还写了一个它上传的一些限制 啊,包括我们只能上传图片啦,只能上传,呃,各种格式啦,呃,mp4格式啦,这些格式的一些限制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呃,上传头线呢,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手机h5开发嘛,我们可以调用手机自身的摄像头来拍照上传 那这个呢,我给大家,啊,介绍三个,这么三个东西啊,啊,那后两个呢 分gap和apk呢,我之前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两款插件 那这两款插件呢,它是可以进行,呃,h5的handboard开发 然后可以打包成apk和ros格式 那它同样呢,它这里面呢,也有一些,啊,声明一些调取一些原生的一些方法 啊,包括它的通讯录啦,啊,包括它的相机,相机啦,设备一些属性啦,等等 它都可以通过,啊,它自身封装的一些ipr进行一些调用 那还有一个呢,apk也是这样的,它也有一些,那调用,调用手机摄像头的,你看,调用手机摄像头的一些 apr嘛,我们可以直接用它的,啊,由于camera open 那直接用,你直接用就可以调用我们的摄像头 那最牛叉的一个技术呢,啊,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个 这一个,这一个,啊,html5plus,啊,这一个是号称最接近原生开发的一个html5开发 啊,入口呢,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在我的这里,啊,有一个入口 有一个入口,是native.js,啊,是这里,啊,具体的文章呢,大家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那,那它上面有一句话,啊,说的说的比较好,说的比较好,那 那,那,如果说anode.js把gs扩展到服务器世界,那么native.js把gs扩展到手机app的原生世界 那native.js呢,号称啊,将来可以,可以取代安卓和aos开发 那它,它基本上,啊,os和安卓的一些内置的一些酷类 它都可以用gs进行调用 它可以调用这一个,啊,原生的安卓一些弹出的框,啊,啊, ros弹出框,啊,这件,就是原生的这些,它都可以进行一些调用的 好 我只是给大家 简单介绍着 介绍这一个东西 那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回去研究一下 那Native GS呢 也是我近期 我近期也是在研究当中 好 我们继续 那给大家介绍了这几个 这几个主要是 可以可能 可能在这一个页面 可能用到的一些地方吧 可能这个头像 有的时候需要我们 开发的一些地方吧 点击上传拍照等等 那收货地址呢 就是联系到我们收货地址页面 订单页面呢 就会跳转到我们用户中心的 一个订单列表 切换账户和退出登录呢 这主要是退出微信的一些 针对微信商场 微信的一些操作 那他的静态页面的书写呢 我同意啊 同意还是简单带带领大家过一下 那他包括一个啊 整个的一个啊 session 那优先 info 然后包括上上面一个 div和下面一个div 那上面一个div呢 它是通过啊 一个啊 table的一个布局 然后左侧 那一个head 那右侧是这一个 那下面呢 他就是一些收货地址了 那还很简单啊 就是几个contain list 啊 就这么简单 那他css呢 我们看一下 那右侧呢 可能啊 他是用一个背景啊 背一个背景 啊 这是一个background 然后然后然后他是通过啊 senter 然后rightrightposition backgroundpositionright一个啊 进行这么一个书写 那用户中心基本信息的页面呢 啊 就讲到这里 嗯 谢谢大家